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眾將官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時間過得很快 最終這個可依後 今天的電招就要來做一個結束 大家都知道這個電招的意義 我在今天仔戲有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現在照美國軍事政府要求 我們要電招4000名 4000名有收過高級班的法理班的學員 這支是我們最後一支的法理電招 後禮拜是存補點招的 就是你以前11支沒有出的 你在後禮拜可以補點 這樣的名單我們就要補給美國 但是要跟各位很特別說 我們的電招到後禮拜 高級差不多是2500的左右 所以要有1500的名額 但是這500的名額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軍事我們已經有100空白 今天4點到6點 我們第5次的軍事的科技 這個軍事科技 明天的晚上 星期的晚上 我們就會發表 從後禮拜一開始 禮拜一我們在高雄酒 就要基行酒店、副酒店和軍事 和中央隔園的聯合擴大會議 差不多有40人 禮拜二我們要在台南基行酒店、副酒店和軍事的聯合擴大會議 我們在台南市 開火第一點 我們要在五千集的大飯店去行 因為所有的開火的結論 我們要把它拍成錄影大 還要給美國做參考 禮拜三我們要在台中開火 台中一樣 由酒店、副酒店和軍事做的來開 每一項都超過40人 禮拜四要在宜蘭州 基行酒店、副酒店 和軍事的聯合擴大會議 再來 後禮拜那個拜印 要在台北市 來基行酒店、副酒店 和軍事的聯合擴大會議 下禮拜二要基行 新潔州的聯合擴大會議 這個聯合擴大會議以後 我們會正式選佈 我們全台灣有五十個軍 這五十個軍 每一個軍有三位的軍事 這三位軍事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要分 什麼人是正軍事 什麼人是副軍事 每一個軍事 都有一樣的一個責任 都有八名的軍務委員 所以這個軍務委員 八名的時候 一百五十個軍事 這樣就有一千兩百名的委員 所以我們已經和美國 已經大家都有合作好了 就是我們當我們民進府 訓練到四千名的時候 我們就要跟美鳳報告 我們已經訓練好了 我們已經可以來接政權 我們要將這個政權 台灣人的政權 由我們台灣人自己來處理的事情 媽媽上要完成 這樣你開心嗎 名字是我們的政治局 和事務局的電招 你一定要先參加法理電招 後來才可以參加政治局 和事務局的法理電招 什麼是政治局 什麼是事務局 政治局跟事務局 我們本來在第一級 到第十四級 我們的酒店有推薦一部份的人 差不多有兩百人左右 但是由十五級到二十五級 我們的酒店沒有給我們推薦 所以我們在這個網路上面有公佈 你如果自己覺得說 你要參加這個政治局 還是事務局的法理電招 你願意來做委員 你可以在明天自己來報道 當然要報道一後 經過我們的電招一後 所有的政治局跟事務局的人員 都會變成我們的酒的來價 或是中央的來價的名單 所以最近我們政策委員會 紀博士已經有做一些研究 這個研究就是參考劉球的民政府 那時候的組織架構 參考美國現主席的政治上的組織架構 聯合 當然這個聯合也要 我們要找出一個對我們台灣人 相對合適的一個組織 所以歡迎各位在明天主動來參加 這是我們都沒有聯盟限制 記住 我們在想法就把各位報告過 現在問題是說 你對這個政府有興趣還是沒有興趣 你有興趣你就來參加 後來你在這個州裡面 你就會跟你的州長 甚至在中央裡面 跟你的政治局的委員長 還是事務局的委員長 說我的興趣要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東西 跟他們說 說之後大家來協調 共同來組織所謂的台灣民政府 這樣好不好 好 現主席國際局勢 可以說是千變萬化 烏克蘭 旁邊一個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這個地方 蘇聯本來是宣布要進軍 但是在國際壓力之下 轉去宣布說不要進軍 但是克里米亞的國會 竟然同歸說 他要加入俄羅斯 這種事情 你想想台灣有一樣嗎 我們台灣在那個經營 因為克里米亞要加入俄羅斯 在國際法裡面實在說不可以 但是他要經營 可不可以 就是說公道可不可以 也不可以 所以這個國際法 也受到很強烈的考驗 因為國際問題可以 就是現在很主持 這個中國想要做的 他大量在我們台灣移民 甚至滲透在台灣裡面 有一天他說不來公投 公投以後想要從台灣 我們要併入中國 其實如果要台灣併入中國 可以成功的話 這樣很簡單 如果這樣美國也說 不然台灣有什麼公投 併到我美國的一周可不可以 同樣的道理 但是我會告訴他 台灣要併到美國的一周 成為五十一周 實際上是不可能 因為美國的國會 根本在他的憲法裡面沒有這條 你看美國如果要併台灣 併到台灣是美國的五十一周 如果可以的話 這樣 這個就是波多尼克的大生 波多尼克已經美國在1899年開始 1898年是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以後 西班牙從波多尼克 管道古巴到佛裡面 掛入美國 如果這四個地方 可以變成美國的一周 老早他們大生變成美國的一周 但是為什麼 這個波多尼克跟恐龍的一周 還沒有變成美國的一周 他不是說 在我們跟美國在談判的時候 其實美國的代表 在跟我們閒聊 他說 企業到什麼 他說波多尼克 不然你就獨立 不然你就變成五十一周 他為什麼 他變成美國軍事政府 在波多尼克的時候 美國人要負擔 他所有的經費的支出 包括補給波多尼克的所有的經費 做兵還可以替他做 他如果缺錢就要給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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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波多尼克人頭也很好 比我們比較好 比我們台灣人 坦白說真的富貴也不會 波多尼克人他也知道 以美國的痛處在哪裡 美國跟六月也跟波多尼克談判 他說 不然你來公投 波多尼克說 他逼得沒辦法 他這十幾年才開始要當公投 波多尼克人也設計 好 我們來公投 公投 他大聲說 不然公投說 你們要不要獨立 你要獨立 波多尼克就印製 公投的票 我們要不要獨立 結果呢 要不要獨立 不要 為什麼不要 因為他們主要那一陣子 就把全部波多尼克人一包說 我們千萬不要獨立 我們如果一獨立 美軍撤退 我們開始要繳稅 我們要買武器 我們賣獨立的時候 我們要省錢就拿美國套 對 對啦 現在美國說到那些 波多尼克的人頭腦也是 很好 他就公投 公投 我們不獨立 不獨立 就美國繼續軍事政府占領 所以美國繼續獨立 美國這個波多尼克的國會沒有規定 他三年 如果這個案沒過 經過三年 他再公投一次 不用說第二次更慘 不要獨立 不要獨立 美國說這樣也不行 對不對 我每年給你刺 不然這樣 讓你變成五十一洲 來 你們說五十一洲好不好 波多尼克的人也很聰明 說五十一洲好不好 他會想想 好啊 現在就給你 大家選擇 我們變成五十一洲好不好 他現在 公投五十一洲 通過 我要變成五十一洲 但是他現在換他去跟美國的國會說 你們不要忘記 你當時國會有通過 你們除了五十洲以外 你們不要增加其他的洲 變成違憲 對啦 美國一個看 還違憲 所以他在古年 好不容易通過 變成五十一洲 一直到今天為止 美國國會不通過 現在要怎樣 美國繼續軍事占領 所謂的繼續軍事占領的意思是什麼 是 繼續入籍 入到波多尼克的人很快樂的過日子 缺錢 美國你要花 他沒人過 美國要騎為兵 所以坦白說 現在波多尼克 他參加這個國際的組織用什麼名 波多尼克 也沒什麼美國 就是波多尼克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他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在外面 在國際的組織裡面 他可以用以國家的名字 叫做波多尼克 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也要一樣 要精巧 我們也要想看看 我們現在台灣的地位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要想日本天皇 所以 今年四月二八 四月二十八 這個什麼日子你知道嗎 歐巴馬的生日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 我都不知道 你說有糖 四月二八 歐巴馬的生日 對不對 你不敢說 你知道嗎 當然不對 四月二八 就是救濟灘和平條約的生效日 你知道嗎 救濟灘和平對台灣人很可貴 我們台灣的檢討 扣這個救濟灘和平條約 所以救濟灘和平條約生日 所以生效日 在四月二十八號 所以今年四月二十八號 星期一 我們要在自由時報的頭版 要來登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是保證的 因為我們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們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 看一個很大片的公告 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奇怪 你說中國時報聯合報 你都不需要你看 你去看 你去看 是不是這份 補傳 補傳不都出來 你看看 是不是這份 來 這個中國時報和聯合報 我們有這個 近年的農曆年 有頂 頂這個聯合報的 你看 下方 來 有頂這個嗎 我們頂這個有說什麼東西 都不說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不說 我們頂這個公告震撼 震撼 所有的中華民國公務人員 因為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頂這個公告出來 所以把中國時報同一天 所以把這個公告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一個試探 有一些所謂的南軍 就比較挖中國的人 他說 聯合報頂這也沒什麼 因為聯合報道現在開始都比較挖 我那個做 台獨 你如果說在中國時報的頂 我就相信 你看後面那個 打開 中國時報頂 來 中國時報 讓他們看一看 中國時報 我們一樣有頂 中國時報 來 這是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如果一樣有頂 這個 這個 這個報紙 你看看 我們都沒有寫 只寫一個 logo 但這個 logo 就是要跟 所有的台灣人說 台灣民眾的執政 一個目標而已 為百姓設想 好嗎 好 你們會好拍手 你們就要記得 一執政 就是為這句話 你誰違反這一條 誰就要怎麼樣 知道 這麼多結論 有槍斃 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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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肚子 不肚子 你不肚子 就想要貪污 槍斃 為百姓設想 所以 我們現在一個很嚴 有人會說 做民進會 廣闆的好 你如果不想 你如果不想 為百姓設想 你不要做民進會 一個官員 我告訴你 其實 我們已經有說過 我們這個政權 我們希望無奉接軌 什麼叫無奉接軌 坦白說 我們跟美國的談判 也有一句話 美國也希望怎麼樣 無奉接軌 希望大家很平穩 很安穩 會做政權的轉移 坦白講 我們也是希望如此 問題是看你中國 看你所謂的 中國思想 這些人 你們是不是願意 讓我們無奉接軌 如果 你們也很和平 很順利 將政權來移交 你不去移交給台灣民政府 政權是要移交給美國軍事政府 然後美國軍事政府 才把政權移交給我們 所以會記住 這是我們的特點 也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不直接 為美國 為中華美國移交政權 那直接 為中華美國移交政權 我跟你說 絕對消完結 絕對會消敗 我們不用 所以我常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有人員 蓋在外面 不需要跟中華美國發生衝突 我有說過 像這個車牌就好 到怕你為止 你有拿到車牌請你押手 車牌 民政府的車牌 有的押手 來 你們這些押手的人 我幫你們請問 你們這些人 不要叫警察幫你找麻煩嗎 如果有找麻煩請你騎出來 騎起來 你看看 你們大家眼睛看 看有人騎起來嗎 沒有 沒有 一個都沒有 沒有 有叫我開發生衝突 請你騎手 也沒有 奇怪 今天 在台灣有兩個政府 一個叫做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這就是 台灣關係法裡面 說的 台灣Authority 台灣統局 另外一個牌就是 紅色這個牌 這個牌 USMG 特別說 這幾個月裡面 很多的笑話 這笑話 怎麼不笑話呢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東心 有種 他們的警察的對話 也有錄音 錄音 我們車來帶 錄音 叫什麼 行車紀錄器有嗎 也有錄到警察說 有一個東心說 哇 我才擲 第一次 當警察很興奮 他從來沒有抓 他抓 警察 一個來 他把他錄音 你看 他第一句說 我好不容易看到 傳說中不能開華丹的紅牌 也是沒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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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你看看 你這什麼牌 都笑英語 USMG 看不出意思 US你看不出 US 像美國的樣子 是不是 MG是什麼意思 他都不知道 你自己的毛子都一樣 各位 現在我們的責任 穿在外面 很穿 你會覺得 你很驕傲 你今天有穿這個 這次 台灣民進會的衣服 出來 你穿這個衣服在外面 沒有人會給你 給你 大家真是尊敬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這個團體 就是要即將要接掌 我們台灣現主席的政權 我們是為百姓設想的一個政權 我們不參加選舉 但是呢 我們一定 一定以百姓為先 老百姓 希望我們做的 我們自己做 所以這個牌照 我一個頂會前早一個講 我為什麼 那一支牌子開始起大劇 我看你不可以黑白白 這個牌子現在要拿 已經沒有了 我們只出一千支而已 那一千支 已經有說過 這千支是後面的紀念牌 拿一千支牌照 我們也想說 拿這個牌照的人 是不是十年 二十年 終身 或是終身 不用繳任何的費用 這 有這支牌 動作是什麼 第一紀念 第一什麼 革命先行者 紀念牌 不容易 所以你如果有拿到這個牌的供應 因為 供應說你剛開始 不怕死 其實也不會死 我早前有跟你說過 對不對 所以我站在這個地方所說的 每一個事情 哪一件事情 沒有兌現 有啦 有人說 你說的那個執行 執行機場 還沒兌現 執行機 還沒看到 你要煩惱 養兵千日 用於一時 對不對 對 你如果知道 對一天 美國在生機 不在這空間 你怎麼會知道 我現在告訴他 我們現在 你現在來這個 台灣民進會的時候 你現在 最近 你逼合他 第一次 都回來拿手 你逼合他 第一次 都回來拿手 好 你看 我們現時 台灣民進會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 大門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那個大門有 卡一個牌子 你有看有沒有 有看他拿手 你都沒有看牌子 大門沒有看牌子 好奇怪 你沒有看大門 裡面 卡一個牌子 你有看有沒有 有這麼多牌子 哎呦 你實在亂來 你 那個牌子 你沒有看 什麼 你沒什麼 中國大使館 中國大使館 不是啦 另外什麼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Head Office 台灣民政府總部 賦馬幾號 一百... 一百... 一十一號 美國軍事政府 在台灣的總部 賦馬幾號 金服陸幾號 一百... 一百之一 你覺得好巧合有嗎? 有嗎? 這是台灣Civil Guard Head Office 一百之一號 各位 冥冥之中有很多事情 都是替安排替主領 所以 台灣民政府一直到驚立 這三年以來 二千零十一年的1月14、15、16號 我們的第一期開始受訓 一直到驚立為止 這個中間我們都沒有效忍 本來是兩禮拜一期 兩禮拜一期 但是現在加強速度 變成一禮拜一期 一禮拜一期 雖然是一禮拜一期 我們跟驚立 我們還沒辦法訓練四千名 所以我們各位 大家要負責任 這不是只割我而已 割我一個 老早就不行了 就要割算所有的人 共同替我們台灣找人材 給他們的收分 經過初期版的收分 國際版的收分 萬俗了美國對台灣民政府 對台灣這個土地的要求 這是我們所需要的 所以你想想看看 台灣人從以前到今天 每天都在發說我愛台灣 台灣是我的 各位 那些都在嘴裡發而已 所以真真正正 行動有做嗎?沒有人做 這是一個很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位 我們共同來打拼 好嗎?好 好 好 這個四月二八 我們的頂部阻 是由十八的討伴 所以你們現在開始 你們就可以用你的手 跟你們的朋友選團 四月二八 自由四步 我們台灣民眾要頂公國 這個公國是什麼東西? 我們從公國買來講 說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 是古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的日子 要請問美國總統歐巴馬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美國的國務委 美國的AITA理事長 不然的話 要請問什麼事情 古金山和平條約 你有認真在這個地方嗎? 在這個古金山和平條約 問他有認真在這個地方嗎? 頭情 我們就跟他說 What are you doing? 你美國到底在幹什麼? What are you doing? 這幾個月 我們在這個東西 補充兩千塊五年九月二十 在華盛頓郵報 我們頂一個轉辦的公國 發來的地方 裡面有法例 寫得很清楚 這個公國我們頂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委員 不能回答 回答記者的答詢 只是說No comment 就是我們不予置評 其實我們都對 我們以前到現在為止 在美國國的跟美國說的 沒有一項事情 他敢給我們反駁 所以不知道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中央政部局 美國的國務委員 都會派人來討論問題 所以我們跟美國說 你有沒有按照 究竟和平條約的規定再做 各位 古金山和平條約 到今天要有效還是沒有效 你因為有效的領袖 你因為沒有效的領袖 你們很聰明 大家都說有效 好像有一個人 全世界好像有一個公體說沒有效 那個人叫做搖家文 我正式批判 竟然在大眾的文章前說 啊 什麼台灣民進都說 那都不對 都不認了 因為古金山和平條太久了 沒有效了 那些人 笑死人 這個好處在剛才在這個國中法院 美國的國中法院 在辯論庭的時候 發官 有問那個國務委員的律師 他問他 我請問你 古金山和平條約 今天 在美國要有效嗎 古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效在問國務委員的 這個要做律師 那個女兒 那女兒的 哈佛朋友的 他還沒回答 在那時候 發官一聲就說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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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有效 你不能說美國 你已經規定了台灣關係法 和中美 共同防禦協定 這樣就用這些人 要來取代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那是不通的 所以沒多久 古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理事 你就要按照 萬個 來 所要求的 來在這個 做訴求 來執行 各位 什麼人控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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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什麼人 有人不敢說 你 是 我們 秘書長 秘書長 人的壓手 你們這些都破線 不是秘書長 是我們 各位 我們 來自那裡想 是我們控告美國 你對外面的人 不用說是秘書長 是說 我們控告美國 我們控告美國 才贏你知道嗎 不是秘書長 秘書長一個人不好 就要我們全體 心 Q 到底才有效 我們控告美國 夠贏 對不對 對 對 謝謝 你們要各位記得 控告美國的國的結論 台灣人 沒有國籍 台灣人 沒有國籍 生日的政府 台灣人 生化在 政治的連隔 生日美國 軍事政府 今天要再接領 台灣中間 第五點 要求 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 援國 要要求 訴求 所以 因為 我們這個 控告的案件 讓美國 在今天 處理很多事情 包括 要求 中華民國 撤退台灣 會知道 中華民國在 撤退台灣人 走 有的 還不知道 還說 中華民國 要撤退台灣 你看有嗎 看沒有 我問你 要看網路 走 你今天回去 去看 中華民國 行政儀 找這個單位 沒有 有這個單位嗎 沒有 沒有 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這個單位了 只有一個叫做 行政儀 那不是最一國的 也有一個 國家叫做 來政部 現在 馬英雄 他現在 他現在 叫什麼 求記家輝 叫什麼 我 國 中華民國 應該叫我國 五國 我 我 我覺得 他這個中國人 一天才是 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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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台灣人騙到怎麼 自己 自我 解釋 替他找理由 可能 所以各位 你看金浮通 回到台灣的時候 禮拜一 給他問說 金浮通先生 你回來幹什麼 他說 國安局秘書長的身體不好 國安局秘書長的身份 那個什麼人你知道嗎 顏見身身體不好 記者馬上去問王金平 聽說顏見身身體不好 王金平說 哪有 他好 那不就漏了 漏了 漏了 還回去問金浮通 立法院以外問金浮通 王金平說 袁健身身體很好 那不然你回來台灣幹什麼 他說 我要接 國安局秘書長 國安局秘書長 為什麼 因為我要幫忙馬先生處理 他說要幫馬先生處理 六月份所發生的國安事件 欸 國安事件 六月份 時間還不夠 你怎麼會知道有國安事件 各位 什麼叫國安事件 因為美軍要進來 我們在過年 有跟各位說 美軍即將 進駐台灣 美軍要進來 這個四千 一定 馬人叫政府 要處理好 如果沒有美軍進來 中華民國 部隊開成 不得了 所以各位 現在是 我們所有受分 會這麼好 我們知道的情形 我們跟外面的台灣人 不一樣 我們知道 你受過土機班 受過國機班 你比較小小 你會要看保證 你不會說看不保證 你現在可以看保證的 怕手 還不可以看 保證的 還有這樣的 我跟你講 你看保證 現在看保證 一定要認真看 有台灣的東西 你先用中華民國 放下去看看 還是中華民國 你把它放台灣看看 台灣 不是你往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不是台灣 這是一個 基本上 一定要徹底了解的東西 既然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 中華民國 就不是台灣政府 他是一個 流亡政府 如果這點 我們大家 都知道 以後 你不用說 你說這個話 會被抓去 你不用煩惱 到怕你 你想 有 要有人去怕 包括我們的 我們這個 高級班 副級班 我們的電招 第一級到第十幾 很奇怪 第一級到第十幾的 學員 有很多人 電話給我都嫁 為什麼嫁 我們把通知 他回來電招 通知沒人 為什麼 如果要深入去了解 原來為什麼 原來為什麼 我們就說怕 為什麼 那電話給我都老闆 我說你這個人 還說 你在受訓 已經受訓 老闆 老闆 你怕什麼 各位 如果說真的受訓 如果真的真的怕 那個摘 那個摘頭 什麼人 林志昇 抓林志昇 他穿就好 也不是 可笑 林志昇 今天還站在這裡 你看 最近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中華民國的陸軍 他步兵 頂部 成長兩名 主擊手 什麼叫主擊手 你知道嗎 主擊手 就是什麼 暗散的人 兩個 部隊沒有暗散這麼 就要 全台灣成長兩名 這兩名 不知道什麼意思 是要主擊 要暗散 媽營救 還是要暗散什麼 我不知道 各位 現在局勢在變化 整個局勢的變化 整個局勢的變化 在台灣越來越有趣 你不用替我煩惱 我知道你想什麼 你想什麼 你想的跟我所想的有一樣嗎 有嗎 有 有一樣的抓手 你怎麼知道我 你想什麼 如果我是在想說 中華民國陸軍的兩名主席 主擊手是要暗殺習近平 你不用煩惱 這個事情 我跟你說 我雖然 人也不太大 人也不太大 要不太大 要主擊我 也不簡單 要打得很準 不用煩惱 因為 我這個人沒有應酬 我也沒有在外面去趴趴趴走 最多是去國酒演講而已 我們現在收過電招以後 國酒如果有活動 你怎麼去國酒參加活動 和我們的酒店 比較熟悉 六個月或八個月 就是很緊密的時間 不容易你很多時間 如果有贏 就來參加 我們阿波等於四點 我們有一個滾手的客氣 各位 滾手客氣來參加 你不用怕 來看看 購的分數 我不會公佈 你只能打電話說 我叫什麼名 我要知道我的分數 我會跟你說 別人要問你的分數 我都不會說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這樣要來購對不對 對 要來購會怕手 你看看 就是怕褲子 都分數我還要防災 你只能打電話 你只能打電話 我們不會將你的分數跟我們公佈 你試試看 對不對 褲子 做滾手不錯 滾手是有實款 有人數款 有財政款 像肥主席 今天現主席的管長一樣 是很不錯的 所以各位 明天是政治局跟事務局 如果沒有通知 你自己覺得 我願意加入政治局事務局 你也可以來 但是這些人都一定要有參加 還有法理點召的人 才能來參加 這個政治局事務局 在明天點召的日後 後禮拜 就是政治局事務局的補點召 後來那禮拜 就變成我們的黑熊部隊的點召 我們一直來 這個 後禮拜 就是法理點召的補 不好的法理點召 還過那個就是 政治局事務局的法理點召 所以你今天想想的 明天你沒想要來 想想說 要來 再過那禮拜 你就可以自己來 還過呢 就是我們的黑熊部隊 什麼叫黑熊部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要怕穿的對不對 不對 不對啦 我跟你說 我已經說過幾次了 沒有人會叫你拿錢去結冥 我叫你拿一支臂 才有那麼重 一支臂有很重的嗎 你覺得那支臂很重的拿手 沒有很重的拿手 都沒有拿手 什麼意思 你好奇怪 我告訴你一次 黑熊部隊 就是以後我們會接掌 所謂警政 所謂 這個國安的一些編制 裡面的人 我告訴你今天 傻傻不想要參加 等下結城以後 我告訴你 現在要參加 就敗隊了 要敗隊 你敗不住了 人家都擠在頭前 你擠不住了 你現在都不用跟你 那不用說 你就能記住 有那個主角 你不會要把握那個時機 很可惜 我覺得你很奇怪 好不容易來受訓 初級班三天 高級班三天 你已經經過六天的辛苦的日子了 對不對 如果不是很冷的就很冷的 你都不會去 本來的環境很壞 熱到要死也沒電 不然冷了 冷到要死也沒燙 冷到要死也沒燙 這樣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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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你先前來 對不對 你現在 開始 要給你點兵的時候 要給你點來做 做將軍 要給你點來做官員 你自己去走 怕了 不用怕 如果怕就不用來了 既然來 就勇敢騎出來 來替台灣人做事 我們在去年的下半年度 有三場造勢活動 每一場 要超過十萬人 第一場 我們在台北 第二場 去台中 第三場 去高雄 台北這場 由宜蘭州 台北州 新竹州 三個州負責 台中一場 由台中州 台南州 富澤 高雄一場 由高雄州 和高山州 來負責 高山州負責 各位 您對 我們要歡迎美軍 去台灣 好嗎 好 好 各位你們參加軍修 法理前後 要參加軍修 你趕緊一個軍修 或是要參加政治局 事務局 或是要參加這個 黑雄部隊 跟羅北 還有一個參議院 跟眾議院的電召 我們現在政治局 事務局 這是州的內閣 跟中央內閣 的名額 都在這裡 所以 你如果不一定 派到任務 但是你早晚都派你會對 你不用煩惱 絕對派到 那軍修 從現在開始每一國 都有一百塊錢 我們開始儲備軍修 這個軍修儲備以後 就是說 如果有軍修 調節 升節 鞋子就補起來 各位 很難得的機會 四點 你們要來參加 因為今天 我不能浪費太多時間 因為等一下 四點 要用這個告示 來扣這個軍修 所以 今天 非常感謝各位 來參加法理典召 的第十一梯次 所以 我們等一下 要來學生 我們有規定說 要分成兩個梯次 這兩個梯次 待會班長 跟各位說 我們這個 學生要在外面 要在裡面 今天 今天是我們 這三年來 第二次 在室內拍照 大家都很好運 不用去外面 噴天 在裡面 等一下 學校的時候 大家 到三天 把這些鞋子 塞到後面 第二梯是 大家幫忙 鞋子 恢復什麼 大廳 大廳 OK 改變 在樓下的大廳拍照 大廳拍照 你來散步 來